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潘宗华 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新年好 在新年期间为听众朋友您邀请的是孤独星球的编辑陈永翰到节目当中来 我们先问候永翰您好 新年快乐 中华姐好 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新年你们也是放假呢 或者是还是要必须为下一期的孤独星球在探看景点 对啊 当然都是要随时为下半年的题目做准备 那台湾有非常多迷人的奇景 它可能会有科学的原理 所以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 永翰要用知性感性为听众朋友介绍台湾很多自然的美景 那永翰我们先看大坝尖山好不好 好没有问题 大坝尖山是大家很熟悉的 那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台湾自然奇景的题目好了 就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美好的风光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欣赏风光的时候 其实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我们看到就是视觉上面看到它的美丽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心生感动 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感性的美 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把一些知识的东西放进去 如果你知道这座山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那这些植物是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模样 那我觉得好像会多了一些知性的审美乐趣在里头 首先我们先提大坝尖山 那我觉得大坝尖山可能好玩的是 虽然它在这个地球上面 我们都可能存在了非常非常久 就比我们人类历史不知道久了多少的时间 台湾人第一次征服大坝尖山 对征服大坝尖山 其实是很晚近的事情 距今大概不到一百年前 是1927年的时候才有一位那个日本人 召紧铁太郎首先带着一群会员 就是征服了大坝尖山 而且他们是经过攀岩的训练 因为我们知道大坝尖山 它就好像历刃一样刺向天空 所以它最后登顶的那一段 其实是很辛苦的 几乎它是垂直的峭壁 所以你大概就只能用这种攀岩的方式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技巧的话 大概只能够望山心探 对对 其实不要说是台湾 即便是在欧洲 就是很多像白朗峰这一类 很难征服的山峰 它很难征服的原因 大概都是因为 刚刚讲说那个近乎垂直的峭壁 然后你没有相关的训练 或装备之上不去的 所以在 我想这整个登山运动 大概从十八世纪 抹欧洲那边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以后 就是 大家就开始会把这些设备 列为登山必备的项目之一 但是即便到了日本人 去爬大坝尖山的时候 大家都还没有 应该说登山这时候都还是一个比较贵族的运动 没有那么普遍的风气 对 只有少数人有钱去购买这些装备 能够爬上去嘛 那所以那些贵族也是这种 首次征服一座 没有人挑战过的山峰 为一种自己的荣耀 从外观来看 大坝尖山的主体 它就好像一个很尖锐的三角锥一样 那这个尖锐的三角锥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它这么陡峭而难以征服 基本上大家会讲说 为什么它那么陡峭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主体 就是那个三角锥的形状 是由比较硬的始因岩所组成的 它抵抗风化的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当周遭的岩石 它基座 它基座是比较没有始因岩那么硬的板岩 或是阴叶岩之类的 那这些岩石 它们比抗侵蚀的能力比较弱 所以长期如果有雨水流水去冲刷的话 它就会形成波度比较缓的斜坡 可是始因岩因为它 你不管风雨怎么来 它都不会被冲刷掉 所以它如果原本的形状就是比较垂直的 那它就可以一直保持原本的形状 一直保持原本的形状 大坝尖山是泰雅族人的圣山 泰雅族人除了视大坝尖山为圣山以外 他也觉得这两座山 因为相邻的 看起来就像两只耳朵一样 所以又称它叫做双耳月 好像一个大耳朵小耳朵 对大耳朵小耳朵没有错 不过因为从前 我知道大概几十年前 那个时候早年去攀登大坝尖山的时候 后来就有人盯上了一些垂直的盯柱 或者是 就是登山专用的 对登山用的 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 一般民众都有办法 透过攀爬那个铁梯 上去大坝尖山的顶端 对那只是说后来可能考虑到说 因为体梯在外面常常会 就是时间久了会风化 会风化 会风化 不知道人其实如果说你使用的话 是不是也会有危险 对对对 而且我想它说不定对那个 岩石的颜值本身也会产生影响 会加速它的剥落或什么的 所以后来那些装置就全部都拆除掉了 那相对的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我想不管你是真的爬上去征服它 或是从一个远远的角度 欣赏它的美 我觉得都是 三年能够带给我们的美好 是 过年期间 大家可能都会收到红包嘛 如果说你红包里面 有这个500元的新钞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500元钞票的背面 那梅花路后面的背景 其实就是大坝尖山 是的 找出500元来看一下 这个是大坝尖山 那继续我们看的是 在孤独星球里面介绍的 南湖圈谷 对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 山林里面的重要发现 其实都跟日本人有关系 那当然一方面是说 日本人来台湾那个时候 他执行了非常 比较普遍全面的山林调查 然后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 政治经济目的在 可是无论如何 就是台湾很多重要的发现 确实是跟日本人相关的 南湖圈谷也一样 南湖圈谷 它是在南湖大山那边嘛 然后基本上是1933年的时候 非常知名的博物学家 陆野忠雄 然后他走了一趟台湾的高山行旅 那那时候他到了南湖大山的时候 他就纵走了十天做地理考察 那时候他们发现了十二个 圈谷和其他的冰石地形 那什么是圈谷其实 对稍微解释一下 永汉什么是圈谷 对我想我们如果有在那个 应该是以前的地区 那是地科的课本里头 在介绍到那种北欧的 那个冰河地形的时候 应该都会介绍到 它其实正式的名称 就是以前我们课本里头 可能读过叫冰斗 冰斗 对就是那个冰河摩石 周遭的凹地之后 它会形成一个三面环山的一个谷地 然后这个是在北欧那些地方 高纬度地方 有冰河出没的地方 比较常见的一个冰石地貌 但从前大家觉得台湾 是在亚热带地区嘛 就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有冰河 对不太可能有冰河出现 可是当像路易中雄 这样子的博物学家 看到这样的地形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这个东西太像我们以前 书本上面到的圈谷了 所以他们就此就开始怀疑说 是不是冰河曾经来过台湾 对 那当然在台湾除了南湖大山以外 也许另外一个 同样也比较 被大家认为可能是 冰河来过台湾 正居的地方是雪山 雪山的圈谷也是相当壮观的 那因为一般而言就是过去 大家我们说那个 你既然冰河要存在的话 一定就是温度一定要够低 温度要低 对才能够让那个冰河一直存在着 那所以冰温度够低 要嘛你就是在高纬度 否则你的海拔就要非常非常高 对 那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就是在亚热带或热带地区 发现的冰河 大多数都是要在 5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那南湖全谷的海拔有多少 3000多公尺 就是有3000多而已 对 那到底有没有冰河 来过台湾呢 对 它就是变成现在学界的一个 蛮大的争议 因为事实上 还没有其他地方有发现类似的证据 对所以如果南湖圈股市 证实是真的是冰河遗迹的话 那台湾说不定在国际地址史上 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然后搞不好会是国际研讨会讨论的 这个重点之一 对那当然中间曾经有几年 大家认为说 因为它跟过去的资料太不相符了 所以很有可能说 它可能是河流啊海水 或是崩坏其他的地形作用造成的 但是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 就是包括发现冰河擦痕这些现象 所以慢慢的学界又开始认为说 说不定冰河真的来过台湾 对 但是在圈谷里面的植物的生长情形 非常的特别 因为在那个地方其实温度很低 我看你们《孤独星球》杂志上的照片 在南湖圈谷呢 几乎很少是那种土壤 几乎都是扁平的碎石啊 所以它植物的生长就会很特别 对不对 对 然后而且像在南湖圈谷里头啊 就是那边的风势非常强劲 而且它当地的那个年均温低 所以本来能够长的那个植物就少 那加上那个风势强劲的关系 像能够在高海拔地区生存的玉山原薄 它在南湖地区也有出现 在南湖圈谷地区也有出现 但是它长的模样就是 整个人没有办法就是高大挺拔的 就是往天空伸展出去 它就是整个树干会扭曲成 像是一株低矮的灌木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环境 但是我自己觉得能够在那边 生长下来的动植物 其实都蛮具有令我们人类 应该尊敬的特质 非常的建议 即使在那种常年低温 风势又强 土壤又少 非常恶劣的环境 它们仍然能够成长 哇 我看你们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真的是太美了 对对对 这应该是玉山的原薄 对 那个是玉山原薄 跟我们一般直觉上 知道的玉山原薄 那种高大矗粒的模样 真的是差太多了 对 而且它们其实这些 很多植物它为了适应 这样子的环境 所以它会做出一些变化 变化 所以好比说我们大家熟悉 就是通常 阔液会变成真液 因为你为了减少你的水分散湿 那同样的 它们还会长出一些小的绒毛 植物身上会长出小绒毛 为什么 保温吗 对 可以让它保温 对 或者是说 它会尽量把它的那个身形 就是匍匐在地面上 因为我刚刚说 那个圈谷地方的风是特别强 风很大 对 如果你一根植丁亭 要站在那边 那就是跟那个风是硬碰硬 那我想 有可能你就折断折损了 对对对 那个结果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我觉得植物的生命力 都非常非常的顽强 是 然后它会演化出 就是它自己的一套生存之道 是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新年期间 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 《孤独星球》的编辑陈永瀚 在今天新年的节目当中 我们请永瀚到节目当中来 介绍台湾的自然奇景 同时以这种比较知性的角度 来破解这些自然的奇景 刚才我们看了大坝尖山 还有南湖 圈谷 接下来我们到澎湖 看统盘雨 基本上大概到澎湖 到澎湖玩的时候 一般观众朋友如果有 听众朋友如果有去过的话 它会有一个往北的行程 然后还有往南的 往北就是到极背那些地方去玩 那通常往南的 大概都不会漏掉统盘雨 对 因为它是非常典型的那种 玄武园火山岛的代表 然后所以你不管是你坐船 在船上面远眺着坐岛 或者是你实际登上岛 然后走个一圈 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游的 它看起来像一根一根柱子的玄武园 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应该说我们大家知道说 台湾刚好落在那个板块运动的 就算是中间点吧 然后所以火山运动在这边 也相当的活跃 然后我们知道台北的那个大总 火山群也是跟火山运动有关的 澎湖那边在行程的时候 它同样也是有来自地底的熔岩 会喷发 然后喷发到地表 可是这边的我们知道 澎湖四周是海水 海水 所以当这些熔岩喷到地表 它很快的就遇到了海水跟空气 它慢慢就会冷却 对它会冷却 然后向内收缩 它会有很多个那个中心点向内收缩 那每一个中心点都会形成一个 六角形的收缩的柱子 那这个六角形的柱子 其实应该说它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产物 因为我们刚刚说那个收缩的时候 如果你的收缩四周的张力是不均匀的 你可能就会变成歪七扭八的 歪七扭八的 但如果说你那个张力够均匀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根 像我们现在看到一根一根的柱子 六角形的柱子 代表性的地质景观呢 它是比较知名的 其实澎湖还有其他的地方 应该还有像统盘雨这样的 这种玄武园的地质的景观 但是统盘雨是最特别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 对那如果说你只是在澎湖的 我们现在说本岛啦 事实上本岛是由三座岛组合起来的嘛 澎湖的西雨 然后另外两座马公的本岛那边连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你如果没有要去坐船到外海的话 你在澎湖西雨的那个大果叶 我想那是比较相对比较知名的 大果叶下面它也是 就是一面都是玄武岩的 玄武岩柱形的玄武岩 对对对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的 那个很小很小的湖泊 可是因为你到那边去的时候 拍照时那个玄武岩柱 会倒映在那个湖泊上面 很多人会喜欢特别去拍 这种光影的效果 统盘雨的名称由来 是因为看起来 它远远看 它就像一个倒盖在海面上的盘子 所以统盘雨的名称是这样来的吗 对对 那是当地居民的说法 而且事实上因为早年 澎湖对外的交通 可能全部都要靠海运嘛 那相对的就是 大家要盖房子的时候 一定是都是就地取材 所以就用玄武岩 对对 他们可能就是直接是 他们盖房子的重要材料 听说黑色的 被称为黑石的玄武岩 会当成这种贵重的建材 对对 然后甚至是 另外澎湖地区很有名的 就是石户嘛 对 就是他们要拿来捕鱼 捕鱼的 也是用的那个石头 也是玄武岩 对那就是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是是是 对 而且我觉得玄武岩很有趣的是 当我们如果看 晚上有机会 在一个满月的时候 我们去看月球 看月球表面 你会看到很多颜色 比较深的岸斑 对 对 然后就是 好像脸上长得 坑坑巴巴的 那这坑坑巴巴一方面 是因为它是地势 相对低的地方 然后 所以那个 接受到光的那个 面积可能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就看到 有一些的岸斑 对 然后但另一方面 是因为那个岸斑的组成 其实常常都是玄武岩 哦 那个岸斑是玄武岩 不是那个 嫦娥跟兔子 对那就是我们人类的想象 然后那个事情被美化了 对 那因为你看 玄武岩常常 它里头有含有一些 呃 铁质 然后 所以它常常会呈现 黑色或是深灰色的 对 所以我们在澎湖看到 颜色比较深的石头 事实上 它 本质上面跟月球上面 我们看到颜色深深的 是一样的 那个道理 是 好 这个是澎湖的统盘语 是 我们要看 巨木群 神木 正希宝巨木群 只要很大很大 年纪很大 我们都称作神木 应该算是一种敬意吧 尊称吧 对 我觉得神木是 从前我们大家 比较习惯的 那个通俗的称呼方式 那当然目前 不管是就学界 或者是就 领悟局这样的 政府单位来讲 已经倾向把它证明为巨木了 巨木群 对 因为神木可能是 从前大家 也许先 充满着敬畏的那种 对 觉得说 哇 它能够长得这么巨大 在地球上活了那么久 它一定是有神灵 在里头的 我们要看 正希宝的巨木群 正希宝 对一般听众朋友们 好像稍微有一点点陌生 它在哪里 它在新竹的 那个尖石乡 对 然后但是 离它很近的一个地方 大家可能比较 长平过 叫司马库斯 司马库斯 对 对 对大家观光旅游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方 对 那基本上 会去司马库斯玩的人 大概我想有 三分之一 或一半的人 会顺便安排到 正希宝绕一下 对 因为两个地方 其实相距并不太远 同样的 正希宝能够看到的 那个巨木 我觉得不比 司马库斯逊色 甚至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会不会位在 又更里面 所以它到最后 其实它是很完整的 在 在 有些时候 在日据时代 那 或者是国民政府 比较初期的时候 它躲过了一些 大量的砍发 所以我们现在 还可以看到 很多很完整的 然后非常美丽壮观的 居木群 在正希宝 对 因为其实 这类的居木 从前在台湾的 山林里 是非常多的 然后 那当然我们最常听过 就是 红块 辩博 这些都称作 块木的 当初日本人 在进行 台湾的山林 调查的时候 就它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把这些 山林里面 珍贵的台湾的原木 能够输出 变成好的建材 对 然后 所以你要说 这个是这些 山林的 可能是不幸吧 所以 很多人就进到了 这些山里头 然后 大量砍发 对 那我们今天很熟悉的 很多 著名的林场 什么 太平山 然后 大雪山 阿里山上 是不是也有 对 这些都是当年 很重要的林场 那顺着这些林场 会盖的那个 铁路嘛 所以 那只是说 后来这几年 那当然国民政府 后来也继续 日本人的政策 持续把这些 山中的那个 剧目往外输出 那后来到了 这几年大家的那个 环保意识 渐渐抬头了 那也许这些 树木的经济价值 相对也没有以前 这么重要了 所以 大家就开始 转型去思考说 就是从前的这些 领导啊 或者是 还留下来的 这些剧目 我们是不是能够 转型做一些开发 观光的用途 让大家能够 在休憩当中 重新认识 台湾三名之美 那 正希宝这边 算运气不错的 因为他没有 他当初可能是因为 他的位置比较偏僻 没有被发现 对 然后像斯马库斯 他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名称叫做 黑暗部落之类的 他意思是说 他是台湾最后一个通电 对 的部落 部落 那表示他的位置 是够偏僻了 所以那个电力系统要输都送到那边 不是那么容易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 为什么正希宝的神木 当初能够躲过一截 然后 因为他在更里面 对 没有被人发现 对 他可以用一个很完整的一项帽 保存下来 所以说实际上你要去正希宝 看神木的时候 你其实走一天 你是看不完的 走一天都看不完 所以可见他里面的巨木群 非常的庞大 数量其实也非常多 难得一个巨木群 保存非常完整的地方 为什么台湾的巨木 都是属于红筷跟扁薄呢 红筷跟扁薄 它本身它会释放出 昆虫不喜欢的特殊气味 但是人很喜欢那个味道 对 就是我们说 到森林里森林域 能够享受的粉朵精 然后这类的气味 那对一些昆虫来讲 这些气味会感受它们吗 那所以它就 同时它也可以抑制 细菌跟黴菌的生长 它这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对 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保护机制 所以它可以 在一个只要没有人类进去的环境 它其实可以活得很好 对 那当然另外一样 你可以说植物里头 也有一种生存竞争 就是它能够活得那么久 其实意味着 它周遭的其他植物 可能就没有机会 像它这么好运 因为它会去抢人家的养分 养分跟遮住它们的阳光 因为它越长越高大 它就变更强势 对 然后那其他生在它旁边 比较矮小的树种 就没有机会 就是往上继续生长了 所以这个植物的生存竞争 也是非常的奥妙的 对 还有点时间 我们今天最后来看一下 大家其实非常熟悉的 中外知名的太鲁格峡谷 对 我想再谈到台湾的自然地境 好像很难跳过太鲁格峡谷 对 一定会提到的 对 然后那大家过去熟悉的都是 利物锡就是把那个戴鲁格切成一个V字形 然后我们去 其实光看那个造型 就会觉得它够壮观 够壮观 对 但是我们这次特别想提的是说 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大理石 我自己觉得挺浪漫的 它的颜色 纹理为什么会这么美 对 因为它其实 它就是 好久好久以前那种 亿万年前 亿万年前 你看你有多久远 对 然后而且它是什么形成的 它是沉积在 潜海路棚的珊瑚礁 还有动物的骨骸形成的石灰岩 那我们既然都可以懂得欣赏珊瑚的美 那其实走到太鲁格峡谷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亿万年前的珊瑚礁 然后 或动物骨骸 它如果 经过了亿万年的沉积 然后 慢慢的 变化 变化 板块 地热 对 那它形成的还是一样那么美好的大理石 然后这个地壳隆起 然后利物锡侵蚀 就形成了太鲁格 这种 它的壁面非常的壮观 我知道它的深度大概人家算了算了 大概1000公尺的那种大理石峡谷 所以难怪太鲁格峡谷中外之名 太美了 对 然后那这些年其实大家又 除了过去我们熟悉的走中恒那一段的景点之外 那慢慢其实太鲁格也有很多就是值得一走的步道 步道 对 那这几年比较有名的像追陆古道嘛 然后沙卡当步道都蛮有名的 那其实也有一些像白杨步道这样子 蛮值得大家一走的 那我觉得相当适合说春节期间啊 就大家找个机会 清静山林到那里头走一走 好好体验一下峡谷风情的路线 是 好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您邀请的是 孤独星球的编辑陈永翰 在新年期间 我们请永翰到节目当中来介绍 二月份的孤独星球当中 有关于这个台湾自然奇景的介绍 那我们不只是旅游景点的介绍 而是告诉你这些台湾的迷人奇景啊 他科学的原理 那他包括了知性与感性之美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永翰 是 谢谢张大姐